那么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礼 礼对应的是这个火 对应的五脏呢 就是心脏 对应的四季呢 就是夏天 这个礼 火 在那个上书里边 他讲火曰沿上 什么意思呢 就是积极向上的意思 是琳朗的 代表着进步 我们都知道国际上 考量一个国家是否进步的 一个很重要的标准 就是看这个国家的国民啊 有没有礼貌 那么礼貌对应的什么 就是秩序 也就是指的物伦关系 那么皇帝内经里面讲 他说心者君主之官 主明则下安 主不明则十二官微 也就是说这个心啊 在身体里面是主导作用的 是主神明的 那么心本来是一个向上的 一个非常开放的 这样一个状态 这是他的自然状态啊 就是 假如说 不自然状态 就是病态是什么样子的呢 病态 那就是仇恨 仇恨会伤哪个脏气呢 就会伤这个心脏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 仇恨啊 一般的这种恨心啊 都是从心里边往外发的 而且他这种气势往里锯的 特别容易导致心慌心跳 还有这些那个 冠心病 等一系列疾病 我在临床上遇到一个患者 这个人啊 被别人骗了二十万 被骗二十万之后 他日思夜想 非常仇恨这个骗他的人 他就给自己制造了一个疾病 那就是心率不齐 他找我看病的时候 他把这个病因讲出来了 我跟他讲 我说你这个身体里边 肯定有很多点都是痛的 我们都知道 经络不通啊 这个内脏不通 这个外在的经络就会有压痛 他在他的手绝因心抱经 大家 把手伸开啊 这个内侧 这一根线 这个地方呢 就是手绝因心抱经 这些地方都会有很多痛点 只要是把这些痛点给他揉开 心率不齐很快就好 而且是计时的 就是当天就会 就会把这个病人治好 所以说中医并不慢 当时就可以起效 我给他把这个 经络揉开之后呢 他第二天就睡得非常好 也没有心慌 再来复诊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 我说最根本的问题 并不是这个经络啊 什么通不通啊 这个气血合不合啊 什么五脏平不平衡 最重点不是这个 最重点还是你的这个病因 假如说你把这个问题 这二十万 这个钱把它释怀了之后 你自己算一笔账 你不仅被别人骗了二十万 而且你自己还被别人骗去了健康嘛 是不是 然后把自己的病都得制造出来了 这是得不偿失的 假如说你把这个心态调整过来的话 就不会有这个疾病 而且从根本上铲除 所以说我就给他调整 就是有这方面的建议 他也非常配合 同时呢 教他自己点按这些穴位 吃这个蔬菜 就是食疗 所以说中医 一提中医 大家不要一下就联想到这个中药 实际上很多病 不用中药也可以治好 像这种心脑血管疾病啊 经常吃那个空心菜 芹菜这一类的 这个疏通的这种蔬菜 就可以把这些不通的经络 给他疏通好 他当时就用这个方法 通过吃这个蔬菜 再就是点按这个经络 一个月之后 他这心率不齐就再也没有犯 而且他也说 我从此之后就释怀了 也没有再往这方面想 那么这是礼 礼 锦登的就是月 就是喜悦的礼月 两个是合在一起的 就是昨天 金雅佳老师 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一风一俗 莫善于月 月呢 在古代还有一个读法 叫做乐 就是喜乐的乐 就是欢喜 一个人的心啊 要是处于一种欢喜的状态的话 他这个期待就特别容易通畅 所以我们观察这个小孩啊 这个小孩子啊 他一天到晚都是非常欢喜的 曾经有一个统计 就是 医学家做了一个统计 在三岁之前的儿童 一天平均笑一百七十次 平均笑一百七十次 心脉完全通畅 没有疾病 古人称之为纯阳之体 他是不会有病的 那么成人呢 一天平均笑七次 我们中国人在全世界来讲 笑的次数是最少的 一天到晚板着脸 是吧 然后这个笑容很少见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好像 就是在这方面 特别的这个 严谨啊 实际上 不是 你的内心快乐了之后 身体就通畅 反过来 身体好的时候 他的心态也是好的 所以说 把这个心态调整好啊 这个心脏的病啊 就能得到缓解 那么这是第三个方面 就是利益的 利益 这个方面 也讨论 也讨论